今天我们一起分享到的文章是 每天睡6小时和每天睡8小时的人差别有多大 前阵子微博上有个话题 超五成中国人睡眠减少 根据亚马逊中国中的调查数据显示 81%的中国人睡眠时间已不足8小时 60%在深夜11点到凌晨1点入睡 46.61%的早上7点以前已起床 超过三分之一的成年人在工作日睡眠不足 而且很少有人能在周末将睡眠补回来 2013年中国人的平均睡眠时长是8.8小时 到了2018年已经缩睡成6.5小时 问一下身边的人不难发现 能够保持规律作息 每晚8小时睡眠的人寥寥无几 半夜一两点发个朋友圈 瞬间就有十几个人点赞 心血来潮想找人约个夜宵 几乎一觉一个准 睡眠不足 第二天顶着熊猫眼上班 然后重复前一天的熬夜行为 是很多人的生活状态 夜晚太短 工作太忙 夜生活太丰富 手机又太好玩 哪有功夫睡觉呢 月亮不睡我也不睡 于是很多人的睡眠时间 就在不知不觉中被偷走了 每天睡6小时的人 和每天睡8小时的人 差别有多大呢 英国伦敦一所睡眠学校的实验 给出了这个答案 她叫Sara Chalmers 是这个睡眠实验的志愿者之一 在每天睡8小时的时候 她的面部状态是这样的 但是根据实验要求 在连续每天只睡6小时后 她的状态变成了这样 面容憔悴 皮肤粗糙 整个人都没了精神 而这仅仅是连续5天 睡6小时所产生的变化 如果是连续5个月呢 5年呢 这个答案让人细思极恐 这还是能看得到的变化 长期熬夜 还会对身体产生更多 肉眼看不到的伤害 据研究表明 每天睡眠不足6个小时的年轻人 体内有711种基因功能发生变化 这700多种基因 直接与我们的代谢 严重反应 心理状态 精神状态挂钩 简而言之 它们的改变 会导致我们脱发 记忆力减退 糖尿病 痴呆 加速衰老 增加患癌风险 并且 每天睡眠不足4小时的成年人 死亡率要比其他人高180% 在网上搜索 熬夜猝死这个关键词 搜出来的内容 每一条都让人觉得触目惊心 据报道称 我国每年有55万人 因熬夜猝死 这其中有28岁的颜二学生 27岁的二胎妈妈 三十几岁的中年白领 还有仅仅17岁的学生 意外不会因为 他还年轻这个理由 就放过那个 使劲糟蹋身体的人 都说 人活着 健康是一种责任 因为我们不是为了自己活 还是为了我们的父母和爱人 如果我们倒下了 他们要去依靠谁呢 想要健康 想要一个好身体 好好睡觉 保持充足的睡眠 就是我们要做出的第一个改变 记得电视剧《小欢喜》里 丁一和英子因为压力过大而失眠 整宿整宿地睡不着 最后丁一在决定自杀之前 给英子留下的最后一句话是 祝你睡个好觉 不知道从什么时候开始 睡个好觉 已经成为了一种奢侈 大家都有各式各样 不睡觉的理由 有的人太忙 没时间睡 有的人一直拖延 不愿意睡 还有一种 焦虑的 想睡睡不着 我发现熬夜的本质 说白了 是一种拖延与逃避 原因很简单 醒着的时候一直在忙 都没有时间松口气 好不容易忙完了 如果一觉睡过去 再一睁眼面对的 还是让人喘不过气的种种琐事 只有睡前躺在床上玩手机的这段时间 才是真正属于自己的 能让自己放松的 所以 总是下意识地 把这段时间延长 好像睡觉的时间少一点 轻松的时间就能多一点 后来 吃够了熬夜的苦头 才发现 自己错得离谱 需要解决的事情 不会因为自己不睡觉 就自动消失 该面对的事情 总是要面对的 牺牲睡眠 只会让自己第二天精神萎靡 效率降低 用更多的时间 完成原本的任务 然后继续压榨睡眠时间 让自己陷入一个恶性循环罢了 有熬夜的时间 不如拿来休息 换一个饱满的精神状态 然后用节约下来的时间 去做自己想做的事情 但是 对于没时间睡 和压力大到睡不着的人 小编在这儿 就不给大家灌那些 身体是一 其他都是零的鸡汤了 几个助眠小贴士 希望能够对你有所帮助 第一 打盹二十分钟的效果 胜过两百毫克的咖啡因 打盹二十分钟 认知能力就可以恢复百分之四十 与其把咖啡当水喝来提神 不如忙里偷闲 趴在桌子上睡一会儿 大段的睡眠时间不能保证 二十分钟的时间 挤一挤总还是有的 第二 睡前不要进行紧张的脑力活动 或者激烈的体力运动 大脑太过亢奋 只会让人更难进入睡眠状态 反之 在睡前梳梳头 泡泡脚 穿宽松的睡衣 都有利于放松神经 让人加速入睡 如果有条件的话 最好能泡个热水早 第三 不要给自己施压 并且学会宣泄 当周围的人或是 给自己的压力已经很大的时候 就不要自己再给自己增添压力了 不要想 如果我做不到 做不好会怎样 别人是不是会很失望 这只会让自己徒增焦虑 不必活得太懂事 不要凡事都自己消化 当心理压力过大时 找朋友宣泄 或者看心理医生 都是不错的选择 生活中总是充满着 这样那样的事情 每个人也各有各的无奈 但我们总归 要自己学着调解 好好睡觉 好好生活 尽最大可能 让我们活得健康 活得舒服 有时间呢 能早睡一会儿 就早睡一会儿 没时间的 能多睡一会儿 就多睡一会儿 感谢您的 谢谢您的 感谢您的 感谢您的